而在我们国内呢面对年轻人失业率飙到了百分之十三点二五 以及呢许多大学生还找不到工作 就背负了好几十万的就学贷款 今天呢有年轻人发起了第二波的饥饿四十四小时行动 也在今天下午登场了 他们提出呢学贷四法要求修法放宽学生们的还款规定 反贫困联盟发起的饥饿四十四小时行动 从星期天开始连续进食四十四小时 到周二上午六点结束 紧接着青年要好也的年轻人 继续发起第二波饥饿四十四小时行动 抗议青年贫穷化问题越来越严重 因为现在年轻人失业率飙高到百分之十三点二五 而且读书靠贷款还没赚钱 已经欠了一屁股债 在OECD国家奖助学金占学杂费百分之九 台湾只占不到百分之四 奖助学金少得可怜 青年要好也表示目前高中值以上学生 五个当中就有一个有学贷 他们除了主张要增加奖助学金 也建议要修法 让就学贷款能量能还款 根据青年要好也的调查也发现 有学贷的公立大学毕业生 平均背负三十万贷款 私立大学更高达四十五万 学贷成了年轻人陷入贫困的第一步 因此他们委由民进党立委提出学贷司法修法 却在程序委员会上屡屡遭国民党团反对 成不了案 赵立云也强调民进党提出的学贷司法 也包括由政府担保听起来很好 但政府担保等于全民要为一年三百零二亿的学贷信用背书 在还没有取得社会共识之前 绝不可能贸然同意 记者许跟此陈兴隆台北报道